他披著韓市長的衣服 競選衣服 在做違背他的事 今天有點氣 因為他搞分裂 我不得不把他公布出來 頭戴黑色鴨神帽 身穿韓國瑜雞水的杏仁哥 在夜市開直播 真的好生氣 這九萬人 你不是用到韓國的名字 我跟你說OK 沒有問題 這樣就是怎樣 你用郭台銘才好 你用郭台銘才好 用國民黨才好 大家站出來支持對決 是不是很好 杏仁哥露品假韓粉 躲在陰暗處抹黑搞分裂 直播公開假韓粉和假後援會 要他們出來正面對決 杏仁哥口中說的假後援會 就是這個有九萬多人的臉書社團 裡面有許多的假韓粉 會在網路上亂攻擊 得罪人 讓韓國瑜四處疏敵 希望這些假韓粉 請你趕快消失 不要搞這一套 因為這是非常 非常非常小憋山的行為 這種人我都不好意思講 是非常窝囊 而且非常陰暗 不只杏仁哥火大 連韓國瑜更是氣炸了 在網路節目 對假韓粉開炮 痛批他們是在製造分裂 選戰都還沒有開打 假韓粉似乎已經開始動作 用韓粉名義製造混亂 不只韓國瑜親上火線斥責 就連信仁哥也忍不住 跳出來喊花 大家站出來知秋對決 記者 陳建安 林初芳高雄報導 然後今天到 对